在日本的库罗米酒店住一晚,体验能有多逆天? 东京有家酒店,专门给三牛的单家花蛋库罗米和美乐蒂做了个贵宾房 今天花2500住一晚,给大家开箱体验一下吧 下班后赶来八王子地区 办理完入住后,发现酒店小哥的怀人也塞了只美乐蒂 他跟我说房卡也是根据每个房间特制的 拿大户穿过走廊,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房间啦 它是库罗米和美乐蒂的姐妹房 这个公主封的床铺,太适合跟闺蜜来住了 拍照打卡特别出片 房间从墙面到电视机都改造成了三牛主题 而且房门的磁吸挂牌呀,拖鞋呀,这些细节都特别可爱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男人角落 把传统的沙发茶几改换成了榻榻米专区 踩进去基本就可以带一个下午 怎么舒服怎么躺 接着就是房间附送的三牛周边啦 有两个小玩偶 身体护理组合,矿泉水,牙刷,还有防部手提袋呢 第二天中午可以去吃酒店的三牛自助餐 座位会有超大的kitty便宜吃饭 除了普通的西餐日料,还隐藏了很多三牛料理 甚至有美乐蒂肉夹馍 我感觉味道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甜品 接近四星酒店的水准 两个小时吃下来,真的超级撑 这样的三牛酒店,大家喜欢吗?